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哈哈哈 哈喽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我们的爱立象星球 我是你们可爱的冠头妹 我是你们可爱的希希姐姐 希希姐姐我今天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玩具 什么游戏呢 给你看看 哇这个看起来好神秘啊 那我们拆开看看吧 好 它其实是一个拼图玩具 所以说今天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PK 好的 你看 这是一个造型板 然后里边有很多的人物的零件 比如发饰啊 还有小帽子 然后这里呢 有好多的人物造型的IP的效果图 但是不许偷看 一会儿呢 我们俩进行一个PK 就是我们随机抽取一张形象 然后描述给对方 让对方来拼出来这个造型 谁最接近谁就赢了 好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先洗牌 然后进行石头剪刀布 赢了的可以先去拿一张牌 描述给对方 嗯那冠头妹我有一个问题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描述一下这个东西的颜色 颜色不可以 我们最好就是抽象一些 就比如说这个形象比较像是什么性格的人物 明白了 好我们先洗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耶 好吧那你先抽 这张牌 哇 先说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他应该是一个很调皮的男孩 调皮的男孩 他有帽子吗 有 做一种运动类的帽子 这个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浮夸的眼镜 这个吧 他还露着微笑着白白的牙齿 这个 他有鼻子吗 他有一个不高也不低的鼻子 不高也不低的鼻子 应该是尖尖的 大吗 横过来跟他的嘴巴差不多 那就是这个了 那我确定他长这样 不改了吗 不改了 有两次可以提示的机会 那我想问第一个提示就是 我的眼镜对不对 眼镜不对 因为刚刚说是运动的 是吧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帽子是不是 帽子应该是一种球类运动的 那就肯定是这个了 好我确定 这就是我猜的形象 那我们现在要把圆图贴上来咯 登登登登 哇 挤进一样 我只有一个鼻子是错了的 对 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 哇我好厉害哦 霍霍美你好厉害哦 那接下来乖 换西西姐姐咯 对接下来该我了 洗一下牌 嗯 你一张 为什么笑的这么开心 他是一个运动型小男孩 他有帽子吗 有帽子 应该是这个帽子啦 他戴着一个最大的眼镜 最大的也是这个 跟刚才一样的 他笑的特别灿烂 牙齿特别的洁白 怎么感觉跟我刚才抽的一样的呀 哈哈哈哈 又是这个 对不对 没错就是这个 啊 相当于我这一轮的话 我就输了 好那西姐姐 接下来你继续再抽一个 我们来换一下牌 然后我也抽第一个 大家看好了 首先呢 他是一个女士 他有像泡面一样的头发 那就是这个了 他还有一个很浮夸的眼镜 他还有很夸张的耳环 然后他有一个介于肩和圆的中间的鼻子 他还有一对红红的嘴唇 关他妹你有两次提示的机会哦 是哪种风格的眼镜 disco风格的 那这应该是这个 那我们要揭晓答案了 登登登登 好吧我又是输在了鼻子上了 那接下来该换我了 诶 我朋友们看到了吗 这个呢 是个男孩子 他其实是有点嘻哈风格 他戴了一个 让人感觉很神秘的眼镜 他的鼻子是特别圆特别圆的 然后他留了个胡子 戴着一个很浮夸的耳饰 揭晓答案 答案 几乎对 就是耳环的位置不对 哇 那我要再挑战一次 好 登登登登 首先他是一个女士 他的年线 他的年纪有点大 戴了一个有知识感的眼睛 然后呢 他有一个很尖很尖的鼻子 他还有一个红红的嘴唇 他还有一对很大的耳环 确定无疑 就达王 不要去识 公布 达王 耶 摩得太脆了 好厉害 我们再洗牌再玩一轮 好 心姐姐她说你先抽 哇 这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孩子 他有一个很复古的帽子 然后呢 他有一个很博学的眼镜 他还有一个弯弯的鼻子 他还有胡子 那我确定是这样子 那我们公布答案 一模一样 耶 我又猜对了 关头妹你好厉害 那接下来我让细姐再猜一个 好的 哇 他是一个坏坏的男孩子 首先他有帽子 他的帽子就是一个很职业化的帽子 他拥有这个职业最通常的一种扮相 然后嘴巴也是坏坏的 他这个眼睛呢就是比较单粒 他的鼻子是那种长长的肉肉的 它带有浮字 好 揭晓得了 这也是对的 这就是对的 哇 这边 应该是这边 这个玩具呢除了这样子呢 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就比如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去拼一些自己喜欢的形象出来 我想拼一个小女孩出来 我想拼一个我自己好不好 这是我吗 像不像我 这个玩具是不是特别好玩呢 超好玩 小朋友们记住玩完玩具之后要自己收拾好哦 那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